在运通 欢迎准备收看 稳超圣经的节目 那今天早上的一个开盘 跟目前为止的盘式 跟我们之前 相续做出一个推估 我相信非常的类似 也就是封关前 如果说你有做动作 可能你最近这两天 包含今天跟明天 在封关前的话 你可能要进行 所谓的领红包的一个动作 当然有一些股票 在今天虽然大涨了 我相信如果说 这个波段的高点还没有到 你还是要做到一个持股续报了 那当然这个红包行情 有分为封关当时 跟所谓的新春开红盘 这两个部分领红包 是最简单的 人家说元月份的行情 即将启动投资朋友们 你要留意 结果呢 千万不要去放空 你放空绝对赚不到钱 来看一下 今天的加均指数 目前为止 上涨了84点 早上开出来盘法 早上第一盘你要注意 9点5分 它开出来的盘 是属于量真的 量真的盘 今天开出来的盘 叫三点高盘 那开盘八法 三点高盘 来 时间回到所谓的 12月23号 这一天的话 他一样开出来的 开盘八法 叫做三点低盘 好 23号开出来盘 叫三点低盘 三日内见 只不过一个 所谓转折 建低档之后 来 28号 12月28号 开出来盘 它叫做三点高盘 三点高盘 波段 涨幅开始了 好 那今天的盘是 它也叫三点高盘 好 28号的三点高盘 跟今天 1月23号 自由日 他们的三点高盘 到底差别在哪 到底差别 在哪里 我相信 一鸣老师的 DVD录影带 都讲解得非常清楚 都录好的 你可能会在 农历新春的时候 打开你家的信箱 拿到一个包裹 就是一鸣老师 寄给我们会员的 一个DVD录影带 DVD录影带 一共五卷 两本教材 你可以详细的去看一下 好 一鸣老师 顺便会跟你解说一下 12月28号的一个 所谓的三点高盘 跟今天1月23号 好 开出来的三点高盘 它在什么地方 有所不同 来 好 我们开盘爸爸 告诉我们 三点高盘 来 它就是属于一个大涨 目前为止大涨了 85点 加捐指数的话 要去挑战前高了 那目前为止 加捐指数在 9400 16点 完全符合 好 那后面你要留意的 三点高盘 跟三点低盘 都是一个变盘转折 好 不管是往上 还是往下 好 都能够赚到钱 只要你掌握趋势嘛 好 那 我们的 奥 奥益啊 都在我们的DVD里面 所以说我们现在DVD 已经开始怎么样 寄给我们的会员了 当然我们今天在盘中 开放10个名额 前面10个名额的话 一样 可以拿到我们这两本 关键性的一个教材 好 包含DVD 来 我们看到这档股票 来 原物料的族群的 它叫做龙城 龙城之前就跟各位讲了 在潜伏底的时候 你要做动作 这个动作要做对 这个叫基本面 这个叫技术面 找股票 那基本面的话 都给你写在这个位置去 你自己稍微去看一下 跟老师当时候的研判 到底准确度有多少 基本面 去判别一档股票 技术面找买点 潜伏底成型 我相信我们公布了之前的操作 尤其要注意到卷之笔 上升三法里面 告诉你这档股票 在简讯里面 就出现了红包 那我们说红包只公布一次 这是游戏规则 这个红包只公布一次 包含简讯内容 后面的 就保留给我们的会员了 那我们的会员 有简讯的 你一定看到 易明老师把所谓营收 放在简讯里面 让你知道 这档股票营收 在未来的展望里面 到底好还是不好 来 这个基本面 技术面的消息 易明老师都给你讲了 那今天 我没有跟你讲从前 来导播 来我们看一下 进入到第二次了 我们在简讯 对不对 应该保密了 到底有没有发这个 第二个红包给你 到底有没有发 简讯里面都讲 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你有领到红包 那应该是第二个红包 应该就是第二个红包了 那新年快乐 易明老师祝你 领到第二个红包了 那老师 有些红包能不能公开 当然可以的 来 这个叫苹果概念股 6456的GISKY 我们在节目里面 第一次 我们简讯就开始保密了 不是说什么样的简讯 都要打开来让你看 没有 但是你是老师会员 这边一定有买价跟卖价 买价跟卖价 你稍微对一下 对一下 如果说你的简讯的内容 你是普通会员的 如果是虚伪造假的话 当然易明老师 要负法律上面的责任 你自己拿出来核对一下 普通会员的 今天应该收到简讯 我也希望这个红包 能够进你的口袋 好 那买十张的 这个红包还不小 买五十张的 哇 今年的红包 可能买这档 股票就够了 我们碍于节目的一个 所谓的标准 我们简讯内容保密了 但是在所谓的操作结束之后 我们一定会公开 我们一定会公开 这是我们对于会员的 一个所谓的承诺 诚实诚信操作 持股三档以内 就能够帮助投资朋友 做到一个反败为胜 封关前有行情 封关以后 青春开红盘 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 这个行情都很大 那之前跟各位讲的 康控 来康控 你要注意 尤其在低档区 你看到这两个讯号 叫吞噬 单根K棒的吞噬 它是慢慢的去形成 一个趋势的转变 当趋势成型之后 这个所谓的关键 K棒告诉我们 这三种讯号 你都在我们讲义里面 都会看到的 老师念一次给你听 三线翻红 上升三法 包含谁的红三兵 那既然出现这个 网上的三个讯号 那你认为这档股票 你在低档区买 应该赚得到钱 应该赚得到钱 这个叫做技术面找买点 那看股票 不是说只有看到技术面 基本面也很重要 营收有没有成长 到底是哪一个供应链的 它营收在技的部分的话 从第三季 到所谓的第二季 成长性好不好 这个你要看一下 这个叫做 基本面 来筛选一些 技术的好股票 技术面 找买点 那这档股票 记得抽马面 投信站在买方 投信站在买方 你要不要拉回早买点 你自己要看着办 你自己要看着办 这非常重要 那我们之前 跟各位讲到可诚 可诚它的供应链 确切实是苹果的 但是近期以来的话 我认为 它有在做出一个扩厂的动作 那这个扩厂的动作 源自于哪里 它对于未来的展望 它觉得非常乐观 所以说之前的资本 可能是两亿美元 近期以来的话 是支出了一亿美元 在所谓的中国大陆 台湾的话 都有做涉嫂的动作 那可诚 这档股票讲很久了 来 母亲会是涨一块钱 来 老师股价创新高 三日内两个缺口 第一档区出现 所谓的内困三红 你都会背了 这叫内困三红 这个叫三日两缺口 这个叫开高走低 是不是 对啊 没有错 但是是属于量缩的 那这档股票从低档区 212块钱 涨到最近的高点 这个247块钱 那我现在请问你 你操作可乘这档股票 在近期而言 这个红包 这个红包 你有办法拿回去吗 应该是有办法啦 这个价差嘛 价差那么大 可不可以把红包带回家 答案好像非常肯定 只要不是今天去催的啦 这个答案非常肯定 那老师在低档区 这个地方 出现所谓的导状反转 有跟你说吗 有没有跟你讲 来看一下 那一名老师的技术分析 跟一般老师不大一样 老师喜欢讲量 量有两种 第一个叫停损量 第二个叫攻击量 第三个叫爆大量 第四个叫做带量上攻 这四种量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的 去做这个判别 这个叫停损量 这个叫攻击量 小量过大量 量没有出来 但是小量过大量 也是属于攻击量 停损量一定要大的 停损完了之后 出现导状反转 这个讯号马上产生了 三日内怎么样 见两缺口 周线吞噬 包含周线 这个所谓的三线翻红 都在可乘这张股票里面 我们都看到了 那老师 有没有发简讯给你 来看一下 你自己对一下 1月19号 老师有没有发简讯给你 好 那我们来核对嘛 那注意到了 1月20号 来 这是19号的简讯嘛 来看一下 19号的 20号 有没有 发给你 导状反转 有啦 那今天 老师 是不是应该要领红包了 简讯里面一定有写 我们简讯保密咯 来 这简讯保密咯 如果说你看到简讯 你按到动作做 老师 我会不会领到这个红包 有机会不排除啦 但是我们简讯为什么要保密啊 像很多人喜欢看着节目 听消息看名牌来操作 我认为这个不可取啦 老师真的要卖掉了 我简讯也不会打开啊 我简讯不会打开让你看啊 我们现在所有的简讯都采取保密的一个措施啦 那只要你有兴趣的 你打开你的简讯你就知道 老师这种简讯 有没有办法帮你赚到一个大红包 让这个小缺姓在你身上发声 在你身上发声嘛 那投资本们目前为止 明天就要封关了 有些股票你还在犹豫 你还在考虑啊 我手动股票到底要不要报股过年 这个过年啊 假期七天以上 到底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要做如何的应战 我要如何去做出个应变的措施 我相信这个都是投资人啊 目前为止遇到的一个课题 如果没有人关心你 一鸣老师愿意关心你 一鸣老师愿意伸出双手 来帮助全国的一个投资本们 所以说今天我们不做生意啦 来 第一季的标马股 今天打电话进来的 一鸣老师会把你登记起来 我们会在标马股发动的时候 我们会告诉你电话通知 如果说你要询问 你们目前为止手中的股票 每一个人啊可以问三党 但是我先讲 电话打进去你要接啦 之前有人打电话进来问了股票 结果今天没有接 那股票我们要卖也找不到人 那你问股票 来一个人可以问三党 这三党股票我们利用基本面 利用所谓的财报 包含所谓的筹码面 三大法人的一个进出 来告诉你手中股票该怎么处理 如果说你的股票出现 所谓的关键K棒里面的 39种计法 我们也愿意的来帮你判别 多方还是空方 今天打电话进来的 我们今天就会完成回波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动作以外 你打电话进来老师在电话机旁边 亲自的帮你接听 亲自的帮你接听 完成一对一的服务 所以说今天你要询问股票 赶快打电话进来 尤其是中部南部的 中部南部的投资朋友 资讯比较落后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北部的投资朋友 你也要加油了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二月五号台股第一季 标马股分享会 运达同步颜老师 幸福新春 特别推出免费奖座 精选多档标股 让您赢在起跑点 同档加送技术分析教学 教您开盘大法和正中K线 最后有限额满为止 立刻定位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颜分医师 擅长七本面研究 资密完整 共用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风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胎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还是累积绩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律友 并且资议 五致股交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神威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目前为止大盘上涨了90点 有买多单的 有去布局的 我相信 现在 明天都要忙着收割 过一个所谓的快乐的新年 如果说你老是带你去放空 那怎么样 自求多福 没有办法 对不对 古贝亚市场里面 总有输家跟赢家 你老是喜欢站在输家的那边 一鸣老师也没办法 一鸣老师有带你去放空吗 没有 可诚做多 一鸣老师有带你说 老师可诚很差 我们去放个空好了 我们来赚一个过年的钱 大盘最近都涨不动 不会吧 如果可诚你去放空的话 你赚得到红包吗 你赚不到嘛 没有错吧 来 247色可诚 来 最近很强啊 来 三日两缺口 低档区出现导撞反转 好 这个叫多方的讯号 看有的啦 底部去看懂的 一定赶进场 看不懂的 还在继续看 当你在持续看的同时 来 我们的简讯已经开始保密了 我们的简讯已经开始保密了 这个很有趣 这一通简讯发出去 有人会赚大钱 有人就在旁边看 好 再举一张股票 来 来 2049上云 今天最高来到 163.5 股价目前为止上涨5块钱 来 上云今天创新高 你有买的人应该都赚钱吧 没有错吧 这边也是三天两缺口啊 三日两缺口 缺口没有补嘛 走横向嘛 走完以后呢 走所谓上升轨道嘛 今天补量上工 补量上工 创新高 可乘 上云来 这边 赚得到钱吗 可乘赚得到钱吗 老师这支比较快 这支比较慢 对 以后会不会快 这样国家讲很久了啦 这个形态 你先看得懂啊 我相信很多人 都在教形态形态 他只要把形态告诉你啊 那让你自己去判别 这个头肩底会不会涨 这个很糟糕啊 这个很糟糕啊 他应该把量价结构 把你解得清楚嘛 量价结构解不清楚 他跟你讲这形态上面是头肩底 难道头肩底的股票都会涨吗 都会涨吗 那如果头肩底的股票都会涨 那每个人都赚钱啊 那巴菲特也可以退休了啦 巴菲特不用在这个市场里面说 对不对 只要你们老是说 头肩底的股票都会涨 要看量 要看量 我再讲一次哦 基础分析啊 不是只有价格关系啊 你要把量的一个观念导入啊 量的关系导入之后啊 就像一台车子啊 四个轮子啊 它跑得非常顺 它跑得非常顺 它对于你们对于股票上面的一个观察 敏感度会更强 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 不管是空方还是多方 一定要看量 好 来 头肩底层型出现所谓的攻击量 哎 老师你讲到量了 攻击啦 出现三线翻红 如果没有攻击量呢 量价可能会背离嘛 因为出现攻击量了嘛 三线翻红 来 这根往上的跳空缺口 三日两缺口 来 均线也改变了 这个叫做基督分析里面的奥义啊 什么叫奥义啊 最上层的一个 这个不可说的一个所谓的关节计啊 来 上营喔 来 记得 我探钱吗 来 跟老师讲一下好 我探钱吗 赚钱是王道啊 同学 同学 赚钱是王道啊 我已经公布了我们第一次操作的内容 就在1月9号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已经跟你讲了喔 上营这张股票喔 产业的前景喔 它的小确幸在什么地方喔 我们也完成了第一次的操作 老师啊 上营今天啊 再创破端新高耶 好 再创破端新高对不对 好 看简讯 来 这边 看简讯 嘿 老师你真的有操作耶 没有错啊 有就跟你讲有嘛 有 一定有简讯的啦 不可能说老师啊 讲了老半天没有简讯的 我觉得那也很奇怪 你老师讲老半天是没有简讯的 老师你的简讯能不能去 我们看一下 不行 不行 我们这要给会员的喔 会员 对不对 是一鸣老师最最好的朋友 会员非常支持一鸣老师 希望在来年一样支持一鸣老师 一鸣老师能够找更好的股票 那老师啊 操作股票的话 能不能有简单的一个方法 来 这个地方叫多方讯号 好 这边多方讯号 你看到20种啦 空方的讯号大概就19种啦 少一种啦 空方多方 其实判别的一个方法 除了一鸣老师交给你的喔 这个所谓的关键K线39种计法以外 我相信我在讲义DVD教材里面啊 一定有跟你讲到四种量的关系啊 量增 价减 量价 背离 量增 往上走 量 补量 补大量 这都是最基本的 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啊 但是你要把它结合在一起 你不能说只讲到价 老师今天我的股票跌两块 老师今天我的股票跌三块 你永远都在看这些啊 好像似是而非的啊 你要把量放到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啊 疫苗是现在跟你讲的这39种计法 它仿佛有了生命啊 它仿佛有了生命 它不是这样子冷轻轻的 只跟你讲说 这个D档喔 这个出现了所谓的头肩底 这个D档啊出现什么样的讯号 量 非常重要 好 利清的骨架 来 在D档区一样出现攻击嘛 横排整理的时候是量缩嘛 再度上涨的时候一样嘛 量跟大量嘛 补了大量 有没有再从波段新高 进度分析的话 D档区出现所谓的一红吃漆黑 很标准的啊 多方讯号 到底有多强劲 你看产生了所谓的一红吃漆黑之后啊 这个股价就是慢慢慢慢的往上涨 甚至在拉回修正的时候啊 你敢去做价差的啊 啊 档区一啊 这两天的表现也没有让你失望嘛 也没有让你失望嘛 那有些股票啊 它很奇怪 它突然啊 在整理结束之后 会突然上涨 那该怎么看 那这个我们在讲义里面有啦 我们讲义里面给它编成 所谓的关键K线里面的 叫做单跟K线 单跟K线的话 你要特别留意 它常常会出现 让你想象不到的一个 所谓的形态产生啊 比如说你现在出现了所谓的单跟K线里面的吞噬也好 一红吃啊 这个所谓三线翻红也好 这个都是属于单跟K线的一个部分啊 我们再讲到量的部分啊 这边有所谓的停锁的有所谓的下跌当中的停损量 有包含整理阶段的量说 有包含这个巨量长红 所谓的攻击量 有人搞不清楚这叫攻击量 上涨的时候啊 这个量的部分跟昨天比嘛 量增 架阳 这个叫攻击量 单跟K棒讲得很清楚哦 在这个地方哦 讲义里面哦 DVD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哦 量的部分也是一样 你大概打开来你都看得到 你先把这边看懂了 你会发现啊 老师啊 真的很简单耶 我这边都看懂以后我去看形态 我去看波浪 我去看趋势的话 都看得懂 所以说如果说当以后原态这种股票 我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 我都能够找到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讯号 来给我做出一个所谓的参考嘛 这个就是所谓的 目前为止哦 这个投资人哦 面临到所谓的技术分析哦 老派的技术分析真的啦 没有办法帮你赚到钱啊 我相信你可能都去参加过了 你也可能去上过课 一切都在不言中 静在不言中啦 就像你喝一杯水 这杯水喝下去 到底是冷的还是暖的 喝着人 喝着人 一定要心知肚明啊 一定心知肚明 一秒是在那边跟你讲 怎么讲都没有用 好 就像当时候的环球经嘛 11月份的营收是年增的 好 我叫你从基本面 技术面 从码面去看 好 有没有让你赚到钱 你自己想一想 这个买卖讲证据啦 买卖要讲证据 我们该公布的 我相信都已经公布了 那后面该保密的 我们一定会坚守对于会员 保密的一个诚信原则 能够公开的 我们一定公开 没有办法公开的 那请各位多多包含 环球经 来 你一路的看 一路的大涨 来 一路的看 一路的大涨 我真的希望每一个人 今年都有买到这档股票 都能够从这档股票里面 获得所谓的红包 这个红包源自于 你有动作 你有动作 才有所谓的收获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 老师 明天要封关 今天 结束了 明天要封关 我应该做什么动作 你要做的动作不多啦 回家数钞票嘛 你有赚钱的回家数钞票 准备发红包嘛 如果说你是放空的 可能怎么样 人家要给你红包 对不对 你心情才会轻松一点嘛 发红包跟 收人家红包 有点不大一样 发红包 心情很好 赚钱 我发给你 那 你如果要寄望 别人的红包给你的话 你可能是放空的嘛 所以说股票市场明年啊 找对人做对股票 赚钱 才是王道 老师在节目里面 一直跟你讲 赚钱 才是在股票市场里面 操作 唯一 唯一一条正确的道路 也是唯一的 一个所谓的王道 去年的操作 过去就过去了 不管是输赢啊 那在所谓的明年 这个 所谓的新春开红盘啊 我希望每一个人啊 都能够拔得头筹啊 但是 但是啊 股票的问题 今天有问题的 来 股票的部分啊 今天有问题的 你要记得啊 你要打电话进来啊 你打电话进来的话 有老师啊 直接回答你嘛 直接回答你 我按照基本面 技术面财报 亲自回答你 我也希望这个回答对你啊 是非常有 有帮助的 先把股票调节好 先把资金准备好 那后面的行情啊 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 都很大 我们会做到一个顺势 来做出一个操作 那在这边 先跟各位拜个早年啊 那一鸣老师 今天简讯动作很多 红包满满入带 还没有入带的 想要入带的 我们先做这个动作 我们先做这个动作 把你手中的股票 我们先行把它处理掉 要问标马股的 也可以打电话进来 多加利用我们的咨询专线 我们明天见 本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2月5号台股第一季 标马股分享会议 运达头顾 颜老师 幸福新春 特别推出年费奖座 精选多档标股 让您赢在起跑点 同档加送技术分析教学 教您开盘大法 和正中开线 最后有限额满为止 立刻定位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颜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蜿蜒与工头 积极败想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部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